店内气氛超嗨 舞池男男女女在任务 俨然就是夜店 但消费者进去却轻轻松松 不用出事打过疫苗的黄卡 直接进入消费 里面看到一楼有包厢 不时有女子进出 而在二楼的楼梯也有一街 门口有人把风 怀疑有女陪室违规作陪 门外一听到有警察来了 音乐瞬间变小声 麦克风提醒客人戴好口罩 现场以外籍客居多 大家回到位置上 假装一般的餐酒馆一样 一桌一桌的喝酒吃东西 这间十月顶新开幕的音乐餐厅 登记是餐酒馆 但是却被民众踢爆经营模式 跟pop一样 而工作人员对于检视防疫黄卡 没有做好把关 疫情逐渐解封 高雄人舞新开幕的摆平音乐餐厅 美其名打着餐厅 实际营业却像是夜店 防疫规定八大行业松绑 但消费者必须出示 接种过一剂以上的疫苗黄卡 而且要满14天以上 业者游走在模糊地带 警方也难取缔 高雄警察局长黄明昭带对 鸡茶林雅区的知名夜店 现场发现 坐在沙发的三名消费者 没带疫苗黄卡 还有一个人打了疫苗 未满14天 当下依法记录开单 警察动员上门 事后一查 业者早把营业登记 改成了餐酒馆 等于说公权力也不能怎么样 疫情解封 公家单位上有政策 业者下有对策 TVBS新闻方志成 宋佩文高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